最近闫亚伦经历了不少 常常出现在热搜榜 先是三男劈腿事件 无奈委婉宣布出轨 最让人心疼的是 至爱的外婆也在事件发酵时去世了 闫亚伦被曝劈腿三男闫亚伦 道歉闫亚伦发文悼念外婆尽管如此 好人员的闫亚伦也得到好兄弟好朋友的安慰 前几天 无尊回应林佑佳浪费原型上了热搜 力挺兄弟团 解释团体时期闫亚伦和汪东城未产生情愫 今天中午 陈亦如又秀恩爱 晒出一张与汪东城 无尊的合照 并配文称 好兄弟来台北之聚餐 你们想我们了吗 飞轮海之四缺一二无尊 欧汪东城而闫亚伦 Aaron 闫弟弟在北京 差一点点合体了 四缺一的场面 并非兄弟间感情不和 而是因为闫亚伦在北京工作未能参加聚餐 看来通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缓和了很多 看到合影的飞轮海女孩们激动了 纷纷评论 飞轮海女孩泪目 我单方面宣布飞轮海合体了 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你们四个合体吗 啊啊啊 我单方面宣布飞轮海合体了 毕竟这个男团是左出高中时期爱过的呀 2005年12月27日 由武尊 汪东城 闫亚伦 陈奕如组成的飞轮海 组合发行首张电视原生代 终极一般原生代 从此正式出道 成团期间 飞轮海也是创造不少奇迹的 超喜欢你 只对你有感觉 我有我的 出神入化等歌曲一度是 ktvb.mp3b收藏神曲 2011年2月 无尊宣布脱离飞轮海单飞 在此之后组合其他三人 继续以飞轮海的名义打拼 但近年来 三人多以各自发展为主 少有团体活动 因而此次原组合中的三名成员 能够相聚同框 实属难得 阿珍希望有生之年 能看到四人再次合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